而每年的暑假 有許多僑胞會帶著孩子 回到台灣探親旅遊 紐約舊國團之友會 以及大美洲客家聯誼會 聯合舉辦了 歡樂暑假台灣型的座談會 介紹不同類型的學習中文 以及旅遊安排 希望鼓勵孩子們 親身體驗中文的樂趣 也從旅遊中認識台灣 為了鼓勵暑假的時候 歡迎所有海外的家長 還有帶著你們的小孩到台灣去 無論是探親 或者是訪友 鼓勵你們的孩子回去 學中文也好 甚至於環島去旅行 都希望讓更多的家長 在這個暑假的時候回去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會舉辦這個 歡樂暑假台灣型的活動 課委會有做了三個文化 客家文化園區 那我希望在這次的行程裡面 我們這些客家的年輕學子 能夠有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他們在暑假裡面 增加更多的樂趣 我相信透過這樣的夏令營 能夠讓所有來自海外 不同背景的孩子 都能夠多一點認識台灣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歡迎我們海外或者紐約的青少年們 都能夠參加這個活動 認識台灣 送來會上面特別邀請家長 還有曾經參加過 僑友會以及救國團 夏令營的青少年來經驗分享 現場反應相當的熱烈 主案單位就表示了暑假反台探親 是一趟溫馨又快樂的旅程 讓孩子從生活中認識台灣 還能夠安排孩子學習中文 增加華語能力 幫助他們了解中華文化 可以說是一舉數得